孔子曾经说过 人不知而不韵 不亦君子乎 我们身边总是有些人 他们就算是一时没有被理解 也不会对人金刚怒目 因此更容易得到尊重 也总是会有贵人相助 这样的人总是面带笑容 身边围绕着温暖的气息 让人不自觉地 想要去亲近 去了解 这种人就是我们常说的 贵气之人 一个人骨子里的贵气 和先天的出身无关 更不是物质和金钱 可以换来的 贵气是一种修养 它来源于知识的沉淀 和自我的修行 自律使人自由 人的欲望和智慧都是无穷的 精力和生命却是有限的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大部分智慧 用在了追逐欲望上 那么他的一生终将是可悲的 孔子说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济衰 戒之在德 一个人在年少时 身体尚未稳定 要戒色 赵年时 血气方刚 而心气未平 要戒斗 到了年老的时候 血气已衰 人生更需要沉淀和幸福 要戒贪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又有几人能够摆脱 色斗贪的控制呢 做人 一定要自律 一味地沉溺于欲望 就是牺牲自己的自由 沉浮于短暂的满足感 多情 使人幸福 古语有言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有一天 孔子回到家中 听说 家里的马棚失火了 孔子急切地询问 伤人呼 孔子最先关心的是 仆人们是否受伤 而不是自己的马匹 要知道 按照当时的价值观 一匹马 足以换来四个下人 孔子的朋友过世了 没人料理后事 孔子说 与我并 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后来 孔子去世了 他的弟子们 悲痛得就像 失去老父亲的子女 他们自发地 在孔子墓前 劫如而居 按照祭奠父母的习俗 为孔子 守丧三年 这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 今天 带人多一分勤奋 明天自然也会被 他人的善意包围 自省使人优秀 左传中有一句话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此 孔子曾恰到 好处地补充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过而不改 才是真正的罪恶 得到及时改正的错误 就像乱云遮月一般 一时可能会带来黑暗 却也总能看到 乌云散去 明月当空 孔子说 三人行 必有我诗言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遇到善人 那就汲取他的优点 遇到恶人 我们更要反省自身 对于恶人身上那些 让我们厌恶的缺点 我们更要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自信 使人坚定 孔子在匡地欲为 他说 在文王之后 礼乐不就在我这里了吗 若是上天 不想让这样的文明失传 匡人 其奈我何 孔子曾在宋国边境 被宋国司马环腿追杀 他说 老天把传承文明的重任 交给了我 他还腿 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人若是没有了自信 便难以在 历经挫折的时候 坚守一颗初心 有涵养 使人庄重 论语中记载 孔子给人留下的 第一印象是 温而立 威而不蒙 功而安 作为圣人 他温和有礼 而不失严厉 虽有威严 但是不凶狠 态度公谦 而又安逸 正如紫夏所说的 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 急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真正的君子 远看让人感到庄严 接近后 又让人如沐春风 说话时态度严肃 一丝不苟 德行庄重的君子 为人要正直 待人要温和 教导他人的时候 要严厉 真诚 真诚使人简单 富足 孔子曾说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诗经 一共三百余篇 若用一句话 来概括他的内容 那便是 出于真情 同样 老子也说过 健素抱朴 少思寡欲 绝学无忧 真诚的人 就像尚未染色的丝线 朴实的人 就像是 未经雕琢的原木 做人 不必太沉迷于 追求思欲 以免心灵 被俗世所迷惑 做人 一定要真诚 多行善事 少为了一己思欲 勾心斗角 这样的生活 反而更加简单 富足 理想 使人格局高远 有一天 孔子与自己的弟子 子鹿和炎回 谈起了人生理想 子鹿说 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天 我自己的车马衣服 这些身外之物 都能和朋友 一起分享 用坏了 我也不会感到遗憾 炎回说 我的理想 就是做一个身怀功劳 却不自满夸耀 更不会把苦差事 推给别人的人 孔子也参与了讨论 他说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孔子的理想 是老年人们 都能得到赡养 过上安定的生活 朋友之间 都能相互信任 年少的人 都能得到应有的照顾 树立理想 就像是登山 我们或许 能在半山腰上 可以看到鸟语花香 但是 会当灵觉顶 一览众山小的美景 只能在山顶看到 做人 不妨把目光 放得长远一些 你会拥有 不一样的人生 爱学习 使人充实 论语中 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可以学得新知识 并且可以时常巩固 这是一件 十分快乐的事情 在现代人看来 学习是一个独立的词汇 但是在孔子的学说中 学习二字 各有不同的含义 学字的意思 相当于今天的 学习这个词汇 而习字 则是代表了 练习和实践 即便是我们能将 各种经典 倒背如流 也听腻了很多的大道理 不惧付诸实践 我们的所得 还有什么价值呢 学会在生活中 习其所学 内心才能 变得越来越充实 快乐让人生 更有价值 现在有一大部分人认为 快乐就是单于享乐 就是不顾后果地 将自己的时间 浪费在短暂的享受上 殊不知 这只是一种 廉价的快乐 然而 对于孔子来说 最高端的快乐 不是一个人的快乐 是天下万民的快乐 如果在人生道路上 我们不懂得找到快乐 每天都把自己弄得很痛苦 这样的人生 也没有什么价值 乐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 就算是身处窘境 他也能 饭书食饮水 驱躬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已 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颜回 也深谙此道 只见他 一担食 一瓢饮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 也不改其乐 生活都穷困到了 捉襟见肘的地步 孔子和颜回 有什么好快乐的呢 圣人的智慧 都是相通的 庄子同样也能理解 这样的快乐 故此他说 穷易乐 通易乐 所乐不在穷通 而在于道也 同样 当孟子谈到仁义理智时 也会不知不觉地 足之倒之 守之武之 这才是真正高端的快乐 贫穷和苦难夺不走 别人也抢不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